董事長 她有說尊重,尊重我們的決定 先開始討論 好,來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 及產業創新條例增定案 這兩個案子的協商 那現在各黨團都已到現場 親民黨黨團基本上他們表示 只要三個黨團他們未到之前所做的決定 他們都願意來配合辦理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協商 那在協商之前 我們來介紹我們今天參與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的類型的官員 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忠彥 陸委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政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張參議 還有資通安全處檢處長 全序部吳副司長 司法院刑事廳吳副廳長 國安部資源規劃師白師長 法律事務司法規嚴省處代處長 法務部陳政務次長 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王處長 第五處馬組長 外交部 外交部 條約法律師 王公史 國家通信 傳播委員會 基礎設施事務處 裏處長 以上類型的官員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的一個協商 我們首先來請 院長 還有我們秘書長 還有各黨團 的代表 還有各部會的首長 還有代表 我現在要先談的是 國家安全法第五條 國家安全法第五條 這個本席 還有孔文集委員 還有這個現在的這個行政發言人 當時擔任立委的時候 的古拉斯 他也提出國家安全法第五條的修正條文 這條條文在 在這個本會 這個內政委員會 在第九屆 第二會期 第十三次 第十四次的 委員會議 還有第九屆 第四會期 也就是106年 11月15號的 這個第十六次 委員會議 都已經審查 當初審查的時候 這個 國防部 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 內政部 還有很多的機關 都有參與審查 那當時 只有內政部 有部分的疑議 所以當初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 獲得共識 所以 要招開 草野協商 黨團協商 所以本席在這個 106年 12月6號 召開 黨團協商 協商都 內政部 當初本來在委員會 立議的時候 有疑議 後來也都同意 來修正 這條條文 第五條 主要的規定就是 為 確保 海防 及軍事設施安全 並維護 三地 治安 由國防部 會同內政部 指定 海岸 三地 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 化為管制區 並公告之 這個三地管制區 今天我要談的 主要就是 三地管制區 三地管制區 這個三地管制區 是在民國47年的時候 台灣省建設施 三地管制辦法 鎖定的 然後動員寬案時期的時候 也把它列為 動員寬案時期的 國家安全法裡面 那動員寬案時期已經解除了 停止了 解除戒嚴了 現在的國家安全法第五條 仍然規定 所以 我們幾位原住民的立委 就提案要刪除 三地管制區 106年12月6號 就黨團協商 除了民進黨團沒有簽制之外 各黨團都已經簽制了 我多次拜託柯總召 希望能夠簽制 希望能夠支持 但是 都沒有簽制 也不列為 這一次的 臨時會的提案 同樣有第五條啊 你們現在列的是第五條之二 什麼自己 一樣有第五條 為什麼不列 不列為這個 臨時會的議案裡面 這是106年 12月6號就已經 黨團協商 各機關 各部會都沒有意見 只不過是因為 民進黨團還沒有簽制 那當然 照理應該 要列為這個 黨團協商 如果認為我協商的 不過成績不夠高 那院長可以主持來協商啊 所以我是 嚴重的抗議 我抗議這一次的 這個國家安全法的修正 同樣有第五條相關的條文 竟然沒有把 第五條 而且是在 內政委員會 以及黨團 我主持的黨團協商 各部會都沒有意見的情況之下 而竟然沒有列入 我說 我要表達嚴重的抗議 好 那個 來柯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我覺得今天我們要 協商是 這是林次衛列入議案的 國安法2-1-2-2-5-1-5-2 剛才正前來委員在談的是第五條 並沒有在議案裡面 第一個 你假如這個很重要的時候 你應該委託民黨團團 在林次衛的時候提案裡面 林次衛連這個案都沒有 即便看到民進黨有國安法 我知道 所以我表示抗議 我只是表示抗議而已 我知道 講短一點 不要抗議這麼久 這根本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你要抗議國民黨才對 這根本不在主題內 這根本不在主題內 政委員 我們臨時會有特定議案 我知道 你的成數 我想我們的紀錄會 納入公報紀錄 好不好 好 我只是要表達 希望 我們立法院 好 要重視 援助民主 三地管制 我知道 你剛才講過的話 我們都會納入公報紀錄 今天所有學商 講話都會紀錄在公報 所以 你表示 有沒有重視 你要問你們黨團 有沒有去 你們 你們 我們會變成什麼 我們有黨團 那現在也可以 都簽字了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也沒有重視 也沒有做 我們現在要重視了 你們在執政 國民黨臨時會沒有提案 這個是關鍵 這個已經在現在 關鍵你們沒有列 各個黨團都簽字了 還在講國民黨什麼東西 各個黨團都簽字了 你們就不用從政了 可以下來了 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各黨團都簽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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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軍有簽字 各有簽字 清明黨團有簽字 好 好 別的黨團也有簽字 是 你柯建民不願意把人家列進來的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 我們 我們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這個 夏慧琦 請政委員 我們 提出來了 我們提出來了 不是 你抗議大家都聽到了 你剛才的陳述大家都聽到了 你剛才的陳述大家都聽到了 超院長 黨團協商完了 只剩下民進黨團沒有簽字了 那你們去溝通 你們是在溝通 為什麼能夠現在 這個是特定議案 你懂不懂 拜託一下嘛 什麼抗議就可以列入 那你抗議每一條法案 是不是就要現在列入 好 陳述我們照議事規則來 好不好 稍微 已經做了三年的立委 議事規則 我們已經都懂了 我們就照議事規則來 好不好